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冷门及预防靠点 首先我们看第一题 项理关于控制测试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A 业务流程层次的控制 通常更加主观 更难以记录 这个说法对吗 注意这个说法错了 不是业务流程层次的 应该是整体层次的 因为整体层次的它偏宏观 所以它更主观一些 更难以记录 它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或者氛围这类的 对吧 而我们也有流程层面的 它相对来说更加具体 更加微观 所以更容易记录一些 那这个说法错了 接着是B 注册快递师 最好在省期的早期测试 整体的层次控制 这个说法没问题 的确是最好在早期测 因为它是我们整体的是宏观的 我们先要看一下 然后再测微观的 接着C 对于控制测试的范围 是指某项控制活动的测试的次数 这个说法没问题 看到范围你就要想到 是十次 二十次 十个还是二十个的问题 接着D 除非系统发生变动 注册快递师 通常不需要增加 自动化控制的测试范围 因为我们自动化控制 它是内在非常强的一关系 你测上两三个 如果有效 我们就可以推断它 一直有效 除非发生了变动 因此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这道题错的就是我们的A 我们要注意 对整体层次的控制 基因测试 通常比业有流程层次控制的测试 更难以记录 那这道题典型用了什么呢 偷梁换注的方法 把我们整体层次 换成了一五流程层次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对于自动化控制 注册款机师通常 无需扩大控测试的范围 但需要考虑执行一下测试 以确定该控制 持续有效运行的有 我们来看 要做哪些测试 A 测试也该应用控制有关的 一般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这个对吗 这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先测一般 接着是测试该应用控制的有效性 注意这里面没有这项 接着C 确定系统是否发生变动 如果发生变动 是否存在适当的系统变动控制 这也是对的 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变动 D 确定对交易的处理是否 使用授权批准的软件版本 这个是要看的 那么这道题要选的是ACD 我们要做三项测试 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主观题 首先来看一下 针对我们本章给大家列了15个问题 这15问题的星级 还有它是考客观题还是主观题 都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如果后面没写客观题的话 那就是考主观题的 同学们下来一定要自问自答 检验自己对知识的一个掌握的程度 而且要用专业的语言来表达 好 下面我们就一例一来看 首先第一个考点是控测试的要求 我们来看第一题2017年的真题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主观题比较多 为了节省时间 有课时的限制 所以我这个题头就给大家念了 我直接念我们的主要的 我们的题材部分 假公司应收账款会计每月末 向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客户 寄送对账单 并调查回函的差异 应该控制仅设计一小部分的 应收账款余额 A做账会计师逆步测试 该项控制 直接实施实影程序 可以吗 好 这道题是考我们控测试的要求 对用控测试 我们思路要非常清晰 我们要很清楚的是 了解内控是必须做的 控测试是可做可不做的 有两种情况必须做 第一个就是预期信赖 第二个是高度自动化 也就是我所说的信息化 叫两性必测试 那我们来看 他说这个控制仅设计 一小部分的应收账款余额 然后呢 逆步测试该控制 直接实施实影程序 可以吗 没问题 对吧 并不要求我们控测试 必须做呀 因此这块是恰当的 是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A速册会计师在询问管理层 阅读内控手册 并执行窜行测试后 尽管认为假公司与关联方 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 设计合理 但无逆信赖 逆直接实施细节测试 可以吗 这道题和刚才是类似的 你看 只不过刚才那道题 没有说的那么细 只说了一个 这个控制涉及到 很小一部分的 应收账款余额 然后呢 他不测试 而我们这道题呢 他说的要更细点 他问了管理层 然后阅读了手册 又做了创新测试 这都在做什么呢 注意 我们看到这就要想到 这都在了解内控 都在了解内控 了解完了以后呢 他发现 尽管这块的一个 内控制设计是好的 但是呢 他不打算新来 然后直接实施细节测试 可以吗 没问题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 了解内控这个工作 他做了吗 他做了没问题 对吧 那控测试呢 他不打算新来 就可以不做 因此这道题也是恰当的 通过这几道题 就给大家强调 我们的控测试并不是必须做的 两性必测试 其他根据情况来选择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好 我们接着看 第三题 A组测试会计师 在其中审计是针对 19年1月至9月 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 实施测试 发现存在控制缺陷 因此未测试 19年10月到12月的相关控制 然后通过细节测试 获取19年度 采购交易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什么呢 审计证据 这可以吗 你看这个考的什么呢 这个考的是 他呢 对1月到9月呢 做了什么呢 做控测试 做控测试的时候 发现有什么控制缺陷 这时候呢 他就马上停下来了 10到12月的就没做了 然后全部通过细节测试 来获取相关的证据 可以吗 这也是恰当的 因为我们在讲到第四章 审计抽样的时候 就说过 我们有的时候 在做抽样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样本 没抽完 举个例子 我一共要抽25个样本 对吧 那我设定的是两个偏差 但是我现在抽的过程中 我才抽到10个 发现已经到了两个了 那么再往后抽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此我剩下15个 压根一不抽了 我马上停止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内控 是不值得信赖的 它的内控 什么 内控并不是运行有效的 我原来想的是 哎呦 它的内控 可能值得信赖 我就要测测 对吧 我11次完以后发现 还不能信赖 这时候我就完全停止 停止以后 开始做什么 做我们的适应程序 你看 它通过细节测试的 金码 没问题 因此这块 也是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假公司的销售经理 每月将销售费用 实际发生额和预算数 进行比较 并编制分析报告 交副总经理审核 A注册款机师 选取了四个月的分析报告 检查了报告上 副总经理的签字 据此认为控制运行有效 好 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经常考的一种套路 对这种题呢 要非常非常敏感 首先 这道题是什么呢 是做控测试 那么我们对控测试 我们要注意 一个控制 可能它有多个环节 一 二 三 三个环节 那我们做控测试的 我们对三个环节 都要一一检查到位 这样才算是控测试 做好了 做扎实了 做到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做扎实 做到位了 你看它的控制 怎么规定呢 它规定是 将销售费用的发生额 要做一个比较分析 然后编制分析报告 接着副总经理要审核 对吧 你看三个动作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选了四个月的分析报告 好 然后就检查了一个 副总经理的签字 就完了吗 你有没有看到 假如说副总经理 他在审核以后 他有没有看到 有些不一样的意见 有没有提出一些 整改的要求 或者说 发现了一些差异 你后期怎么实施的 对不对 你什么都没看 你就看一下他的签字嘛 那签字能代表 他真的审核过了吗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块注意 控制不能仅检查一个签字 对这块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 那我们仅检查签字 是不足以 证明控制是有效运行的 还要了解副总经理 是否真正的符合了 改相报告内容 不能光看一个签字 看看他到底对此 怎么处理的 如果他真的符合了 他肯定 发现有问题的 他会提出向你一些意见 对吧 然后呢 要求我们下属要整改 并且要提一些工作要求等等 不能是光看一个签字就完了 嗯 那这道题呢 典型的是考什么呢 考我们八句话当中 说的什么呢 全部圈 我们的八句话 一定要牢牢的记在脑子里 你会发现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在考 对不对 全不全 是否检查关键单 好 你要经常念叨这八句话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题 假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定 财务经理每月应符合 销售反例计算表 检查销售收入金额 和反例的比例 是否准确 然后 如有异常应急调查 符合完成后签字存档 那么 审计项目组选取了 三个月的销售反例计算表 检查了财务经理签字 认为该控制有效 这道题和刚才的题是 一模一样的 只有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 表达内容不一样 但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制度有几个环节 有几个节点 一定要把每个节点 都要检查到位 第一个是 要符合 对吧 第二要检查 第三是 有异常要调查 第四是 签字 一共是四个环节 那我们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四个环节 一一都过一遍 你看一下 他怎么做的控测试 他就检查了一下 最后一个环节签字没有 你说这个有效吗 肯定有效呀 对吧 所以不恰当 只检查财务经理的签字不足够 应当检查财务经理 是否按规定 完整的实施了该控制 因为四个环节 你四个环节 是不是都做到了 我必须一个一个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 你真的有没有符合 你有没有符合的话 其实一看就能看出来 假如说 我们的这个 反例比例是5% 那不同的代理商 有的代理商是6% 有的代理商是8% 那我就计算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符合了 如果我在计算的时候 发现有错 说明你压根没符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该符合要符合 该检查检查 然后接着是异常 还要调查处理 最后才是签字 这道题 跟刚才的题目一样 都是靠全部权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题 假公司与现金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 并得到执行 A注册会计师 对于现金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实施 控测试 经询问财务经理了解到 11年度有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未发现例外事项 A注册会计师认为 11年度的现金销售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请问同学们 看了这就想到 这是我们八句话当中的哪句话 紧靠询问不恰当 不做验证肯定错 对不对 一看到询问了 一看到解释了 立马上要条件反射 询问程序又来了 这个什么 这个老三样又来了 因为考试的时候询问呢 5B这都是特别特别爱考的 反复的考 所以你对这样的 一定一定要非常的敏感 询问5B特别分解 这三个是考评非常之高的 这老三样 那你看 一看到询问你就想 太验证了吗 他一问 对方了解了一下 没有发现例外事项 然后就认为合理的 这么偷懒 合适吗 肯定不合适 那答案 仅通过询问程序 不能获取控制运行有效的证据 还以实施观察检查 后重新执行程序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给大家列了两个BB的观点 大家下来表备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考点 自动化控制 2016年的整体 那A注册会议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 15年的报表 然后假公司物流信息 系统的自动化应用控制 于14年度审计中 经测试运行有效 注意 这个是什么 它审的是15年的报表 然后呢 现在是14年度的 控制运行有效 因此这些控制 本年未发生变化 那就意味着 15年没发生变化 因为14年是运行有效的 A注册会议师 你通过测试相关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你确定这些应用控制 持续有效运行 可以吗 嗯 我们注意 我们这个自动化控制 它和我们普通的人工控制不一样 它内在的一贯性非常非常的强 你看 去年的时候 我详细测试过 14年我详细测试过 它是没问题的 然后15年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时候 A注册会议师呢 又对我们15年的底层的控制 一般控制 就测试了一下 然后来看 我们应用控制 是否持续有效运行 可以吗 这做的非常到位 非常恰当 好 这块是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A注册会议师 审计14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组 一行来固定资产 折旧 具体相关的自动化应用控制 应该控制在13年度 审计测试中 结果满意 且在14年度呢 未发生变化 然后审计项目组 仅对新技术 一般控制 实时测试 可以吗 注意 这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是16年的底 这是15年的底 表述方式稍稍不同 但是考点都是一模一样 对吧 这块也是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题 那19年的整体 假公司收入交易 高度依赖信息系统 ABC会计事务所的 信息技术专家 对假公司的一般控制 和收入相关的 应用控制基金的测试 结果满意 恰当吗 仍然是恰当的 那我们对重新技术 这块的 自动信息系统 我们就要注意 它一定一定要什么 测试一般控制 这个首先要放在前面测 这个测完了以后 再测 我们应用控制的 好 而像刚才两道题 都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测试 结果满意的 然后今年 我们的心情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因此它测了一下 一般控制 可以吗 那也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考点三 控制测试的时间 第一题 2017年的整体 假公司与材料入库 相关的内部控制 本年未发生变化 应该控制应对的风险 不是特别风险 A助手会计时 决定利用上年度 审计获取的 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好 这个对吗 对于这种题目 我们首先要条件反射 这个题考的什么指示点 考的是 我利用你以前年度 控制测试 审计证据的指示点 那么能否利用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我们的思路要非常清晰 我们需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什么关呢 第一关 看它是否是特别风险 好 第二关呢 看它是否发生变化 第三关呢 看近两年是否测试过 好 两年啊 那么我们来看 它三关是否都满足 第一个 未发生变化 这个满足 不是特别风险 这个满足 然后决定利用上年度 审计获取的 说明最近两年测试过 对吧 所以它三关都通过了 如果三年前的 注意不行 因为我们三年 必须要测一轮了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道题恰当 好 对于这一种 利用以前年度的 审计证据 这个考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考评非常之高 第一爱考客观题 第二爱考主观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 11年的综合题 X速册款 也是在审计工作的第一个 记录了审计计划 部分内容在录下 根据以往年度的审计结果 假公司针对主要的业务流程 包括销售与收款 采购与付款 以及生产 内部控制有效运行 因此在2010年度 审计中 将继续采用 综合性的审计方案 这个打算利用 以前年度的成果 然后采用 以前年度的 综合审计方案 可以吗 注意 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不能随便去利用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审计方案 我们的审计方案 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是根据我们当年评估的 重大错分险的 一个情况来定 到底采用 是这一方案 还是综合性方案 所以 这块不能根据去年的情况 就来决定 今年继续采用 综合性方案 而要考虑 我们今年的情况 因此注意 不适当 注册会计是不能仅依赖 以往的审计经验 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综合性方案 而要根据本年度 对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分险的 评估结果 并考虑 控制是否变化 确定其他因素 使信贷控制 不再适当的因素 来确定 是否继续采用 综合性方案 这个说的太什么 这个注意 我们千万不能说 去年不是综合性方案 我今年就是 你有没有综合考虑过 对吧 风险你重新评估过吗 控制你考虑过 它变化过吗 对吧 因此这个不恰当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题 ASUS的会计是认为 仅实施审计程序 不能获取成本核算 相关的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 你实施 综合性方案 那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 在2017年1月 至我们10月期间的 运行有效性 并对2017年 11月到12月的 成本核算 实施 细节测试 这个对吗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么接着的题是什么呢 看 他提到 仅实施审计程序 不能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要想到 我们说的两性地测试的 第二个性 高度自动 高度信息化的时候 这一定是跟信息化有关 对吧 因此他打算 实施综合性方 也就是要做扣植试了 那么 看他怎么测的呢 他测试了相关内部的控制 17年的1月到10月期间的 运行有效性 然后 对11到12月的成本核算 实施细节测试 这个恰当吗 注意这个不恰当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做控测试的话 你要不要做1到12月 对吧 然后你做细节测试的话 你要对全年发表意见 也应该做1到12月的 这个是控制测试 做1到12月 这是细节测试 做1到12月 能不能把它两个组合呀 注意不能组合 注意不能组合 这个组合对不对 太搞笑了 好 注意这块是不恰当的 还应当对内部控制 在剩余期间的运行有效性 获取审计证据 然后细节测试 应当是对全年的成本核算 也就是1到10月的成本核算 实施细节测试 简单的说就是 控制测试要测1到12月 细节测试仍然是1到12月 你千万不要把两者弄混了 我做了控测试 细节测试的量可以减少 但是测试的期间不能变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题是我自己出的 ABC会计事务所 负责审计甲义饼等多家 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中 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部分内容 在录如下低 因甲公司的控制环境 整体较好 重大粗暴风险比较低 审计项主于2021年11月 测试了销售和收款的控制 认为控制可以新来 这个对吗 同学们一看 没问题啊 你看他这个控制环境好 重大粗暴风险低 然后做了这个控测试 那当然可以新来了 你在11月份做了控测试 那摄影期间呢 摄影期间你啥都不管了 摄影期间你不再做测试了 不再获取补充的审计证据了 不再看它有没有发生变化了 对 这个不对啊 你不能光做了前面一头 后面一头呢 对不对 所以不恰当 以获取有关控制在期中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仍然需要考虑 如何能将这些审计证据 合理延伸至期末 看到期中做控测试 一定要条件反射 要合理延伸至期末 针对期中到期末这段摄影期间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点一定要牢记 要刻在脑子里 因为这块考评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这个控测试 一般都在期中做的 但是你在期中做完了 你就不能万事大吉了 好你就高枕无忧了 你对期末 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剩余期间 一定一定要还要做工作的 好我们接着看第二 以公司采购制度规定 所有采购业务需 部门经理及财务经理审批 然后10万以上的采购业务 除需部门经理和财务经理审批外 还需财务总监级 总经理审批 于2021年10月开始 由原有的手工审批 改为系统流转审批 考虑到第四季度 采购量比较小 我们审计项目组于2021年11月 测试了原手工审批 执行的情况 认为控制可新来 这可以吗 注意 你看这道题典型的什么呢 控制发生了变化 控制发生了变化 无论你的这个 后期的这个量是大还是小 毕竟它是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所以你要对变化的情况 要考虑啊 不能什么都不管 对不对 所以注意不恰当 针对摄影信念 要获取采购 或是发生重大变化的 审计证据 并考虑变化 对其中审计证据的影响 好 这样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第二个点 是考的变化的问题 第一个点是 考我们在其中 做了控测试 后续应该做什么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题 审计项目组于2021年11月 对假公司产品 出库控制经测试 采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估计全年发生量 是25000米 确定的样本量是125 其中1到10月份 样本量是多少 110米 11到12月是15米 这里面其实就是 它在10月份 然后测试的时候 测的是1到10月份 1到10月份呢 它抽了多少 110米 然后预估 11到12月份呢 发生量 因为总量是25000 预估11到12月份是15米 然后它测完了 在110米样本结果满意 于2022年的1月 测试时发现 产品实际的出库量 是24000米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原来估计的数 估计多了 高估了 然后它从11到12月 选取了样本10米 1到10月份 被选的样本选出 无比进行测试 结果满意 这个对吗 好 这道题呢 其实是把我们第四章 审计抽样的内容 和我们第八章内容 结合起来 考核大家 因为其实 我们第四章和第八章 它们的关联度是非常大的 当时在讲第四章的时候 可能有点懵 就觉得 这个抽样很难懂 但是现在慢慢和第八章内容 进行结合 你就知道 控测试 它要考虑我们的性质 然后要考虑我们的时间 要考虑我们的范围 那么这道题就是 我们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那么遇到我们在其中测试了 测试的时候 你样本可能做了一些估计 如果高估了 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 你看这道题典型是高估了 它原来是估计25000 那实际发生24000 多了多少 多估了1000笔 那这时候怎么办 因为从11到12月份 它选了10笔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 还少5笔 还少5笔 有同学说 既然总量都少了 那我就 我就不抽这5笔呗 注意不能啊 因为我们 为什么能定出这个样本量 就是根据我们总体来定的 这时候不能再随一条了 因此 它从我们的11到10月份 备选的样本当中 选取无比在这些测试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强当的 这个呢 是把我们第四章内容 给大家结合起来 进行考核 好 接着呢 给大家整理好了 必备观点 对这些必备观点呢 一定要备一下 容易在主管题当中出现 那特别是 我们的这个控测试 一般都是在期中做的 那么在期中做了 控测试 一定要合理延伸至期末 这点一定要条件反射 记住 好 要获取这些控制 在剩余期间 发生重大变化的 审计证据 还有呢 针对剩余期间 获取补充的审计证据 好 我们接着来看 第四个考点 控制测试的总体 首先来看2015年的真体 假公司语言材料采购 批准相关的 控制每日运行的次数 那 审计项目组 确定的样子规模是25个 这说明 这个控制运行的 频率是蛮高的 考虑到该项控制 自14年的7月 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审计项目组 从上半年和下半年的 交易当中分别选了12个和13个样本 进行测试 这可以吗 注意我们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选择总体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发生变化 如果发生了变化 说明它不具备同质性了 那我们也选择总体的时候 把这块当两个总体来对待 那注意 不恰当 因控制发生重大变化 应当分别从14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 然后采购批准相关内部控制活动 应当分别测试 然后确定了抽样 总体它是不同质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也是我自己出的题 我们来看 ABC会计事务所 负责审计假公司 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中 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部分内容 在录如下 第一 考虑到假公司 21年度投资活动 主要发生在第四季度 审计项目组 从第四季度当中 选取了样本进入控测试 这个恰当吗 注意 我们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覆盖全年 否则的话 你如果不覆盖全年 你对我们第四季度 仅仅只做了一个控测试 那你得出的结论 仅能覆盖第四季度 不能得出我们全年的结论 你看 他说主要发生在第四季度 意味着什么 一到三季度也有 只不过比较少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测的话 就全部测呗 所以这块注意 它总体选的不够 总体选的不恰当 那我们注意看 不恰当 选择的总体不适当 控测试样本应当 涵盖整个期间 确定的抽样总体 它是不完整的 好 这一块内容 是不是感觉像到了 我们第四章的审计抽样 因为我们第八章 控测试 和我们第四章内容 真的是关联度非常之大 所以放在一起 让大家回顾 然后也和我们 本章的指示结合一下 接着第二 假公司采购制度规定 所有采购业务 需部门经理 及财务经理审批 十万以上的采购业务 除需部门经理 和采购经理审批以外 还需财务总监 及总经理审批 审计项目组选择了 经总经理审批的 采购业务 共计三千两百笔 从中选起了 样本实施控测试 得出采购控制 可以新来的结论 这个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总体完不完整 看到了选出多少多少笔 然后你要注意 它的总体有没有问题 你看 所有的采购业务 要经我们部门经理 和采购经理审批 也就意味着 现在我采购一万块钱的 采购五千块钱的 都需要谁呢 都需要我们的财务经理 和总经理 财务经理和我们的 部门经理审批 但是十万以上的 除了要我们 这两个经理审批外 还需要总监 和总经理审批 那说明什么 说明十万以上的 要四个人签字 然后十万以下的呢 只要两个人签字 对吧 那你现在要对采购控制 做测试的话 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范围 作为总体 应该是从所有的 采购业务当中 选取 对吧 而不是从我们 总经理审批的 这里面去选择 你的总体选的 就不够完整 因此这块 注意不恰当 那么确定的 抽象总体不完整 应当从所有 采购业务当中 选取样本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题 假公司销售分为出口 及内销业务 对于出口业务 享受正值税 年底退税的政策 另需支付产品成 1%的保险费 及运输费 其他流程 与内销业务处理 流程相同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 出口业务大幅下降 因此采用 审计抽样的方式 将所有的销售控制 为一个总体 然后进行控测试 这个恰当吗 注意看 这道题说了 它有出口和内销业务 他们俩的业务流程 完全一样吗 并不完全一样 虽然说 其他的流程一样 还有地方是不一样 对吧 你看 小说我这么随便 也得推税 还多支付保险费 运输费等等 那么意味着 他们流程并不完全相同 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 所以不能 注意不能 那有同学说 你看这不是疫情影响 出口业务大幅下降了吗 它没几笔量 那没几笔 你也不能作为 为什么 他们俩的这个流程 是不一样的 完全应该是两个控制 你应该分别来进行测试 所以这块注意不对 不恰当 出口内销业务控制不同 应作为两个总体进行测试 而不是作为一个 如果说我们这个 出口业务 真的量特别小的话 你可以不用省力抽样 你可以单笔经检查 都没问题 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总体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考点五 应对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设计和实施 适应程序 那么中间 关键字在这两个字 重大 重大一定要牢记 这块考评非常非常之高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在测试2019年度 营业成本时 A作者快逼时 检查了成本核算系统中 击转营业成本的设置 并检查了财务经理 对营业成本计算表的 符合记录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19年度 营业成本 好 这道题呢 他拐了个弯 我们要仔细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好好看一下 首先是 他检查了成本核算系统 结转营业成本的设置 检查了财务经理 对营业成本计算表的 符合审批记录 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做控制测试 他检查设置啊 检查他的一个 审批的记录啊 这是典型的 控制测试啊 对吧 你要注意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这是一个制造业 企业 我再提头我没念哈 提头在这里 它是个制造业 制造业营业成本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报表项目 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 这种重大类别的交易啊 账户业和披露 我们能不能只做控测试 注意不能的 对于我们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业和披露 一定一定要做 是执行程序 不能光做一个控测试 就完了 因为控测试 只是测试你的制度 执行的到底是否有效 制度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对不对 制度运行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那么观看控制远远不够的 所以这块注意不恰当 那么这道题 拐盖拐的弯 关键在哪 在 A组策会计 检查了成本核酸系统 截转业成本的设置 注意检查设置 然后符合了审批记录 有同学反应不过来 这是在干嘛 看到这你要想到 这是在做控制测试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细节测试 它是干嘛 它是直接查试 有多少错报的 检查了 你的相应的一些单 发现的错报 都会做到比 或者结果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 符合审批记录 这典型的什么 在做控测试 看看你的制度 到底有没有执行到位 因此这块不恰当 制造业的营业成本 通常设计 重大类别的交易 应当实施 实质性程序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道题 接着呢 这有给大家的 必备观点 大家想一样背一下 这个考试 非常非常爱考 一定要掌握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题 一般年的整体 假公司为制造型企业 采用新系统 进行成本 核算 看到制造企业 条件反射 它的营业成本 是非常重要的 这块绝对不能不做 适应程序 然后我们接着看 A作词快递 是对信息系统 一般控制和相关的 自动化应用控制 进行测试后 结果满意 看到这就想到 这是在做什么 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 这道题和我们刚才的题 表达不一样 我们刚才提的表达是 它检查了设置 然后符合了审批记录 看到了吗 这样表达的 这还是在做控制测试 而我们 这道题 它表达的是 对信息系统的 一般控制和 自动化控制 进行了测试 这也是典型的 控制测试 然后不再对成本核算 实施实义程序 可以吗 注意不可以 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 成本 营业成本是非常 重要的报表项 属于重大的 那么一定要做 实义程序 所以这块不恰当 制造业的成本核算 设计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业和披露 应当实施实义程序 这是一句万金油的 回答的这种语言 要把自己的语言 给记下来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题 17年的综合题 假公司的个人 快递业务 交易量巨大 单笔金额较小 看到巨大两个字 你要条件反射 虽然单笔金额较小 但是交易量 特别的大 因为这是个人 快递业务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 哪个能离开快递啊 你不是在收快递 就是在发快递 对不对 然后最大的乐趣 就是拆快递 哪能离开快递啊 那单笔金额的确不高呀 6块 8块 10块的 因为对我们这种 快递公司来说 可能收个5 6 8块 10块的 但是量的确超级的大 对吧 那你看到我们题目当中 出现巨大 单笔金额较小 你就要条件反射 它俩存在一起 这个金额可是不小的 可是重大的 然后我们接着看 因无法实施细节测试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有效实施 实施分析程序 AZOS 管理室内在 审计该收入 是全部依赖 控测试 可以吗 注意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 单笔的金额 虽然小 但交易量巨大 它俩存在一起 总额肯定是 这个收入 肯定是非常非常值大的 那么 已经达到 我们的重大类别 交易账户余额 这样一个条件和标准了 就必须要实施 实施性的程序 所以说 这块是一定要实施 实施程序的 这块注意不恰当 个人快递业务量 收入重大 那么注册会计师 应当实施实施程序 好 我们接着来看 17年的真题 甲公司有一笔 205年10月存入的 期限两年的 大额定期存款 A注册会计师 在15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中 检查了 开户证实书连见 并实施了寒证 结果满意 因此未在16年度中 实施审计程序 这个对吗 注意啊 大额定期存款 在这里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在做审计的 组关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 我们题目当中 表述的信息 高度的敏感 那我们组关题当中 是没有一句废话的 你特别要对一些 形容词非常的敏感 你看这个大额的 定期存款 你马上让条件反射 做不大 那么对于重大的账户余额 能不能不做 实义程序 所以不能 所以不能 他没做的话 是不恰当的 那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人家不是 去年检查了结果满意吗 所以我今天利用吗 利用是有条件的 对重大的 你必须当年测试 对不对 并且它是符合了 重大的条件 他必须做 不做就不恰当 那注意 不恰当 应当对重大账户余额 实施实义程序 好 在这里我们做了四道题 我们要对这种题目 要做一个总结 你要注意 我们的主观题当中 它的语言是怎么表达的 那我如何来判断 你看 这个是大额 看到吗 它的形容词在大额上 哪些是重大 那么重大的信息 要从题目当预 获取 这个就是大额 然后这道题呢 是巨大 对吧 你看这个形容词 非常的明显 非常突出 接着呢 就要看制造型企业 制造型企业 因应成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报道项目 它一般都是重大的账会与后交易 那一定要做实例程序 好 通过多做题 去总结 而去发现 它题目当中 是如何表达的 然后走路 切入点 我们来做这种题目 接着我们来看 考点六 实施实例程序的结果 对控制测试结果的影响 2019年的真题 ASUS的会计师 抽样测试了 职工薪酬相关的控制 发现一个偏差 因针对职工薪酬实施 实例程序 未发现错报 ASUS的会计师认为 该偏差不构成缺陷 相关控制运行有效 这个对吗 这典型的是 我做适应程序 然后这个结果 对控测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里要注意 我在操样测试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偏差 然后 我又做适应程序 没发现错报 就开始 就认为这个偏差 不处成缺陷吗 控制有效吗 注意不能 我们实际程序 如果没发现错报 并不必然表明 它的控制是有效运行的 这两个不能划等号 如果没错报 并不必然表明 它是有效运行的 如果有错报的话 细分为两种情形 那么发现某项任务存在错报 一定要评价它的影响 如果说 我们发现的错报 是被审认单位 它没有识别出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 表明什么被审认单位 这块的工作 没做到位 有重大缺陷 要及时和我们管理层 治理层的沟通 好 这是我们实际程序的一个 处理结果的一个 处理思路 那这里面呢 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是 考试非常非常爱考这个 我做实际程序 没发现错报 我就反推 你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对吗 注意不对 好 大家把这个图记一下 你看我的货物 如果被盗了 有几种因素 第一个就是 我仓库的人员 没有好好的看仓库 玩忽直手了 对吧 在上班的时间 刷抖音去了 看美女直播去了 打赏去了 然后小偷呢 你看 哎呦 这个保安呀 刷抖音刷得这么嗨呀 一个进到笑呀 然后就偷偷潜入进去 把货物偷了 对不对 这是货物被盗的原因 有谁的原因 有保安的原因 因为有小偷的原因 对吧 现在呢 现在货没丢 没丢就一直 就能反推说 我们的保安 就一定是 经营业业的 一定是执行工作 执行得非常到位吗 不能 不能这么反推 为啥 还有因素呢 还有因素是 今天小偷没来 没光顾 所以货物才没丢 对不对 所以 这是注意 没错报 并不耐于我们 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这个考试的时候 非常爱考 一定要记住啊 好 我们来看答案 否 实施实影程序 未发现错报 并不能说明 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这句话记下来 接着我们来看 15年的真题 神纪项目组 对银行存款 实施了实影程序 未发现错报 因此认为 假公司 银行存款 相关的内部控制 运行有效 对吗 大家说对吗 你看 这两道题 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啊 刚才是职工薪酬 现在换了个啥 换了个汤 换成银行存款 那还不是一样的 知识点吗 所以注意不恰当 通过实影车死 未发现错报 并不能证明 测试认定相关的内部控制 是有效的 或者说不能 你实施适应程序的结果 推断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都是可以的 下面呢 我把必备观点 给大家总结出来了 大家下来要背一下 而且每个必备观点 它的考评不一样 都给大家标好了 这块不能偷懒 该背的得背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考点期 因为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呢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非常爱考的老三样 无必特别风险询问 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2017年的整体 假公司的存货 存在特别风险 A注册会计是在了解 相关内部控制后 未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直接实施了细节测试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它存在特别风险 看到特别风险 你要条件反射 了解内空必须做 第一 要了解 它做了吗 做了 第二个 一定要做实质应程序 它做了吗 也做了 因为直接做了细节测试 然后没有测试 内控有效性 控测试可做 可不做 它是锦上添花的 因此这块没问题 好 这是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18年的整体 ASUS的快递是认为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的机体存在 特别风险 又是特别风险 在了解相关内部控制以后 对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实施了 实力分析程序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 管理层机体的金额 这个可以吗 看到特别风险 条件反射 第一个要了解内控 做了吗 做了 第二个要做实际程序 他做了吗 他做了 但是他做的是什么程序 做的是实质性的分析程序 那我们要注意 如果说针对特别风险的 如果不做控测试的情况之下 那么必须要有啥呢 必须要有细节测试 对吧 他只做了一个实际分析程序 恰当吗 注意不恰当 这个条件一定要记住 那么在读这种题的时候 你要仔细的研判 怎么研判呢 你看 他说 了解了相关内控制后 然后就对他实施了实际分析程序 说明他没做控测试 对吧 如果没做控测试 那么 做的这个实际程序 一定要有细节测试 我把这道题给大家 稍微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他了解了相关内控制 即测试 控测试以后 然后对应收账款 实施了实际分析程序 可以吗 这时候是可以的 如果他了解内控 又做了控测试 这时候再加一个实际分析程序 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 这个题没有做控测试 这块必须要有细节测试 因此这块不恰当 那么 对我们特别分析的应对程序 仅为实际程序 是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仅为实际程序 浅含的意思就是 没做控测试 好 这要注意 接着我们来看19年的题目 那A促试会计师采用实质性方案 应对于收入确认相关的 5B分析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以我们适应程序为主 然后为减少期末的审计工作量 A促试会计师 命在期中审计时 对假公司 18年1月到11月的营业收入 实施细节测试 在期末审计时 对12月的营业收入实施 实际分析程序 这可以吗 注意 这道题是5B的分析 5B的分析也是一种典型的 特别分析 对于这样的分析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 你想 它的收入确认 都有5B分析 对吧 那么这种有5B分析的 我们能在期中做吗 我们通常应该在期末做 在期末做 扎实有效的信件测试 而不是放在期中去做 因为你在期中做 你看 你测试了1到11月的 然后12月 这个月很可能 管理层又做一些手脚 又做一些粉丝报表的行为 你前面做的工作 很可能全部白做了 他很可能把你前面 他把前面的一些数据 就全部改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款不恰当 嗯 那注册会计是应当考虑在期末 或者接近期末 实施 实行程序 针对特别分析 实质的审计程序 仅为实行程序时 这些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也有针对12月 还要实施的 实行程序测试 两个方向来看 它都不对 好 这里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里要注意细节是 应当在期末 或接近期末 而不是期末以后啊 这个细节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题 假公司的营业收入 发生认定存在 特别风险 这是我们15年的整体 看到特别风险啊 条件反射 哦 了解内控吗 然后 如果没做控测试的情况之下 包含 包含 细节测试呀 都要注意啊 接着我们看 它考什么呢 相关控制在13年度 审计中 经测试 运行有效 因这些控制 本年度 未发生变化 审计项目组 你继续进行新赖 并依赖上年审计 获取的这些 控制运行 有效的审计证 这个对吗 哦 这是考我们 特别风险的另外一个点 那么这块 其实也是利用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利用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 是否会特别风险 它已经是特别风险 这一关就没过去 对吧 能利用以前吗 不能 好 第二关 它有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关 我们近两年 有没有测试过 一定要过三关 它第一关就没过 对吧 对重特别风险 你能利用以前年度的吗 所以不能 因此不恰当 因相关控制 是应对特别风险的 应当在当年测试 相关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不能利用以前年度的 实际证据 好 这里呢 把必备观点 给大家整理好了 大家下来一定要备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八个考虑 测试方向 19年的整体 A促财会计师 对销售费用的 裁捕费实施细节测试 从裁捕费明细账当中 选取样本 检查了费用 审批记录 核对了报销金额和发票 等原始凭证 记载的金额 然后据此认为 差略费的发生日 你获取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要注意一下 这条题呢 是检查差略费用 看看差略费用 有没有虚增 有没有虚构 好 对于发生日 那么它怎么做的呢 它从明细账当中 选取了样本 也就是从账当中 做选择 然后呢 检查了它的费用 审批记录 又核对了报销的金额 和发票等原始凭证 也就是从账检查到证 检查到原始凭证 据此呢 认为发生日 你获取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 这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好 针对这一块是可以的 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一看到测试 我们要条件反射 它的方向对不对 针对我们的发生 存在认定 一定要倒着查 从我们的账 查到原始凭证 但是针对我们的完整事情认定 一定要顺着查 而且针对完整事情认定 一定要条件反射 跳出圈外去检查 这点一定一定要有 我们现在既然要查 它哪些没入账 你千万不能在 它已经入账 或者它已经提供了 清单上查 你这样查 查一万年都不对 因为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对完整性一定要 跳出圈外去检查 好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道题是恰当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两道简答题 这两道简答题 给大家说明一下 是把我们第四章的 审计抽样 第七章的 分险评估 第八章的 分险对 全部融合在一起 给大家出的题目 有一点综合性 也有一点点难度 那这两道题 是我给大家 专门挖空心思 出来的 这两道题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把一些知识点 给大家通过 组关系的方式来展示 来加强大家对我们 很多考点的印象 因为有的知识点 在客观体当中出现 你做惯了 你能够选出来 但是在组关体当中 出现的时候 你会蒙掉了 所以我们要通过 用简单题的方式 来练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 2021年 假公司于9800万的价格 向关联方购买了 一条生产线 A注册会计认为 该交易超出了 假公司障藏金过程 很可能不存在 相关的内部控制 令你直接实施 实力程序 这个对吗 注意我们来慢慢分析 它是向谁呢 向关联方购买的 生产线 然后A注册会认为 超出了正常基因过程 你看超出正常基因过程 又是向关联方购买的 而且是9800万 这是典型的超重关交 超出正常基因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对吧 因此它是特别风险 好 对于特别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接着看 很可能不存在相关控制 你直接实施实应程序 这个恰当吗 注意这个不恰当 为什么呢 它了解内控了吗 没了解 对不对 控测试可做可不做 但是了解内控是必须做的呀 因此这块不恰当 它的观点就在这个直接上 这个直接要超级的敏感 我们在做主关题的时候 如果看到直接 意味着它一般有很重要的步骤 少了 它的工作做的不全 那么这就典型的考 全不全的问题 好 因此不恰当 接着来看第二 假公司2021年销售费用 是1850万元 然后于上年基本持平 A速策划 仪式认为重大错分险较低 实施控测时候 又实施了实行分析程序 结果满意 这个可以吗 1850万金额不小了 应该达到了重大的水平 虽然这道题没告诉我们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你进入是多少 但是1850万肯定是超过了 对吧 然后对于这种重大的 我们一定要做实施定的程序 我们来看它做了吗 嗯 它做了控测试 然后又实施了实力分析程序 可以吗 完全没问题 它做了呀 有同学说 为啥它不做细节测试呢 老师 你看它为啥不做细节测试呢 不要晕哦 我们没有规定说 必须每一个都要做细节测试 对不对 你看1850万 说明它达到了重大的 这种水平啊 虽然说这道题没告诉我们 它的这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多少 但这个金额来看 一般就已经超过常规的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重大的交易 账户余额披露 一定要做实际性的程序 实际程序包含两类 一个是实际分析程序 一个是细节测试 对吧 它做了吗 它做了呀 而且人家是先做了控测试 又做的实际分析程序 所以是没问题的 不要晕 你又有同学会问 老师 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你看上一道题 你告诉我们 它没了解内空 这道题 它也没告诉我们 了解内空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考审计的玄幻之处 就是审计简大题的玄幻之处 你要琢磨 出题则的角度 你要琢磨 我们这道题目当中 它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上一道题 关键在意 直接两个字 这直接意味着 它前面的那几步 啥都没做 然后它就做了一个实际程序 而我们这里呢 它说到它直接要吗 没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默认为 它了解内空了解完了 然后做的控测试 然后做的实际分析程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这种关键词 尤其像直接呀 和呀 病啊 这样是你要超级超级的敏感 所以这个是对的 哎呀 考审计啊 很大程度上次在考语文呢 如果你对这样的题特别冰 说明你需要回炉 重修一下语文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 第净则款 是评估认为 已公司的财务费用 不存在特别风险 考虑到财务费用和银行存款 较为稳定的预期关系 逆对期实施 实用分析程序 不再实施细节测试 可以吗 我们来看哦 不存在特别风险 说明风险不大 对吧 然后考虑到财务费用 存在稳定的预期关系 对它做实施分析程序 不实施细节测试 可以吗 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在讲第三章 审计证据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实施细分析程序 一般是配合细节测试来用的 但是特殊的情况 特殊的条件满足的时候 它可以单独使用 仍然可以获取 从分时当的审计证据 它的条件就是 风险不高 还有呢 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因此它都是满足的 那我们的第二第三 都是恰当的 要注意啊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项 以公司领料业务 数量巨大 单比金额较小 因无法通过细节测试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有效实施 实施分析程序 跟注册会计师 应在审计该类业务时 全部依然控测试 这可以吗 这道题 我们刚才提非常像 表述过一样 数量巨大 单比金额较小 看到这马上条件反射 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 披露一定要实施 实施程序 它做了吗 它没做 它全部依赖控测试 注意不恰当 好 接着看第五 实施控测试时 A宿测会计师 发现比公司 一笔采购交易 未按规定程序办理 经检查相关评证 和轴访供应商 A宿测会计师 确认了支付的 真实性和金额的恰当性 对控测试结果满意 这个对吗 注意 它发现了一笔采购 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 这说明什么 说明 它的控制是有偏差的 控制是无效的 控制无效的情况之下 它通过什么 检查凭证和走防供应商 然后确认了支付的真实性 和金额的恰当性 那对控测试结果满意 这合适吗 注意不合适 你控制是否有效 我们就要看 它的制度是怎么规定的 制度规定的 它没做到 不管它讲什么样的理由 不管它是否讲的天花乱嘴 我们都会要去信它 不要被它所迷惑 我们都认为 它的控制是存在偏差的 所以这块不对 这是把我们第四章的相关内容 结合起来了 然后第六 秉公司为ABC会计事务所的长年审计客户 因疫情影响业务严重压下滑 出现巨额亏损 管理层承受着异常的经营压力 因为秉公司为连续审计 由AZOOS会计时按往年的惯例 于2019年的9月 对我们的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实施的控测试 及使命程序 并将结果延伸至期末 这合适吗 注意这道题给出的信息是 具有亏损 承受着异常的经营压力 你要调节反射 很可能有5B的风险 对吧 对于这种风险很大的情况之下 你能仅仅在我们其中 做适应程序吗 能吗 注意不能 因此这块注意不恰当 这块尽量要在我们的期末去做 或者接近期末做 而不要放在其中去做 好你可以在我们的什么呢 你可以在我们其中 做做控测试是可以的 但是在我们其中 做适应程序是不合适的 好应该在我们的期末去做 那接着第七 对比公司销售费用 实施综合性方案 经控测试后 控制测试结果可新来 并按原计划实施细节测试后 发现少计的广告费650万 成绩项目组提醒管理层 对错报经济调整 结果万一 这可以吗 注意这道题是 先做了控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可新来的 然后按原计划实施细节测试以后 发现少计的广告费650万元 他就直接提醒管理层 对错报经济调整 结果万一 对不对吗 注意这道错了 那他说在哪里错呀 你看他有错误 然后让对方已经调整了呀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我们首先 在做分险评估的时候 是了解内控 然后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你打算新来 或者说高度新细化 高度增化的时候 那么就必须做控测试 其他呢 就不做对吧 那我们接着做控测试 控测试 它总体是可以接受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第一步的 分险评估是适当的 这时候我就可以 适当的减少适应程序 这道题他说了一个什么呢 他说了按照语言计划 实施细节测试 说明什么 说明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希望是走这条路线 他希望少做适应程序 他认为这个控制 是可信赖的 对吧 那如果不做控测试的 情况之下 不信赖内控的情况之下 可能我要做的 实际程序是100笔 但是现在呢 我希望信赖内控 我觉得内控预期是有效的嘛 我希望通过控测试 也能得出一个 非常美满的结论 然后呢 我把这细节测试 减少成多少呢 减少成50笔 我少做一点 帮我节约时间啊 帮我提高效率啊 于是我就开始怎么样 我就开始做控测试 控制测试做完以后呢 发现什么 发现没错 因此我就按原计划 按多少呢 按50个来做了实陵程序 结果我在50个这个程序当中 又发现什么 又发现错报了 又发现错误了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你原来对内控的 这种美好的期望破灭了 说明你对原来内控的 期望太高了 它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你当时测试的时候 没发现 它内控并不像的 原来那么好 你原来对它的 风险评估的 可能太过乐观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降低 对它原来内控的 一个信赖 绝对不能说 我就对让对方 把这个错报 调整完就行了 为啥 因为很简单 你现在只做了 50个测试 如果 你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你测的量足够大 你发现它的偏差 你是不能 怎么样 不能减少实际程序的 你是正常要测 100个党 所以 对于我们 通过实际程序 发现的错报 不能仅仅只是 让对方调整错报 就完了 一定要降低 对我们内控的 一个信赖 然后呢 我们还要考虑 扩大实际程序的量 好 这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再次体现了 一个什么呢 了解内控 以及测试内控的 它们之间一个关系 我们对了解内控 控测试 适应程序 三者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我们首先第一步 是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 它是对控制的 一个初步的评价 它是否设计合理 是否正在执行 是否得到了执行 对吧 那么 记者 如果 它是合理的 而且得到了执行 我打算新来 这是我叫做控制测试 那么 做控测试目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 是为了减少 适应程序的量 是为了偷懒 是为了少做程序 是为了有这么一个 美好的愿望 对吧 那 我做控测试 是为了看它运行 是否有效 做完控测试以后 有效的 可信爱 这时候我就开始 如期的减少 适应程序 那由100个 减少成了50个 对吧 结果 我再往后做 我做适应程序 又发现什么呢 发现还是有错 发现还是有错 说明什么 说明我原来 了解内控和控测试 这一块 可能都有点问题 假如说 这家单位 它的制度 真的是执行的 相当高位的 它的制度设计的 真的是超级合理的 就不该出现 这种错误 对不对 因此反推 它的这一块控制 可能是有问题的 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降低 对原来控制的信爱 要扩大实验程序的范围 绝对不能再按50个 来做了 因为你 做了50个 实际上是偷了懒的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扩大 测试的范围 我们要重新 可能做过100个 甚至 做了120个 好 正式这一点 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这一块 不恰当 通过实验程序 发现销售费所存在 错报 注册快利是应当评价 该错报对相关控制 运行有效性的影响 降低对相关控制的 信赖程度 然后调整 实验程序的性质 扩大实验程序的范围 好 这里要注意 对我们这一块 你不能把它 只是停留在 我们的客观题当中 如果主观题当中出现了 你要会应对 对这张图 你一定要理解 一定要理解啊 接着呢 我们把这几个答案 再过一遍 首先第一个不恰当 超出正常基因过程的 重大关联交易 确定为特别风险 应当了解相关的内控 其实但哪怕不是操纵关交 也必须要了解内控 那么这道题的关键点在于 直接两个字 直接就意味着 他没了解 就直接做了实行程序 控测什么 可做可不做 但了解内控必须做呀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第二题和第三题都恰当 前面详细解释过 第四题不恰当 领料业务 交易重大 应当实施实行程序 好 那第五个 注意不恰当 它出现了偏差 那么就是控制无效 不能我再去做什么 我再去做细节测试 发现它没问题 我就认为它的控制是有效的 不能 只要和我们的制度不符 对不起 都是有问题的 控制就没有得到执行 接着第六个不恰当 丙公司存在较大的5B风险 如果已识别出 5B导致的重大错的风险 未将其中得出的结论 延伸至期末 通常是无效的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 期末和接近期末实施 实施行的程序 好 这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道题 因为它承受着异常的经营压力 因为巨额的亏损 疫情影响 那么在这种 风险特别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在哪 在期末做程序 并且如果你真的确认 它有5B风险的情况之下 通常不是去扩大 控测试的规模 也不是在其中去做控测试了 而是期末 好好的 扎扎实实的 大量的做实施行程序 把错误插出来 把5B插出来 这要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做 第二道简单题 其实也是一个小综合 有一点难度 ABC会计事务所 审计甲义饼 等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爆料 审计工作提告中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第一 经实施实行程序以后 无形资产金额可以认定 因此审计项目组认为 甲公司无形资产相关的 内部控制有效 对不对吗 我做实施行程序以后 发现没有错报 所以我就推断 你的内控有效 能这样推吗 注意不能 对吧 你没出错 肯定有多种因素导致的 内控制是其中因素之一 不能反过来去推 好 这个我对 接着 第二 甲公司与销售审批相关的控制 每日运行数次 该控制自2021年10月1日起 发生重大变化 注意 发生了重大变化 审计项目组1到10月 采用了审计抽样的方法 选取了36个样本 经测试 11到12月单独一个总体 选取了12个样本 经测试 控制结果满意 可以吗 你看 它的一个控制发生了变化 然后1到10月 作为一个总体 11到12月 又作为一个总体 可以吗 没问题呀 它把它作为两个总体了吗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 甲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均不存在特别风险 相关控制在2020年度 审计中经测试 立即有效 那因这些控制 本年为发生变化 因此本年将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经测试 结果满意 这可以吗 这又是把我们的第四章 审计抽样的知识 和我们第七第八章的知识 结合起来了 它不存在特别风险 就能把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测试吗 所以不能啊 我们收入和成本 要作为两个总体 不要把毛利率 作为总体 因为把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的话 样本可能太小了 发现不了错误 发现不了舞弊 好 那它这个均不存在 特别风险了 相关控制 在上一年度运行有效了 这些都是烟 物 蛋 毛利率不能作为 一个单独的总体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题 考虑到已公司固定资产 重大错报风险较效 项目组于2021年11月 预审时检查了 1到10月的固定资产 增减变动的相关资料 并对折旧进行重新计算 未发现差异 于2022年1月 对11 12月的固定资产增减 及折旧再次测试 结果满意 那这个对吗 我们来看啊 它的重大错报 分线比较小 所以在11月预审时 检查了它的增减变动 相关资料 对折旧进行重新计算 没有发现差异 然后2年4月 就是来年的1月份 又对11 12月份 又开始测试 旧买也可以 那么题目当中 明确告诉我们 重大错报分线较小 所以它的实际程序 是在其中做的 可以吗 没问题 重大错报分线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其中 做一些实际程序 但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对剩余期间 要做什么 要做相应的测试 要获取证据 它做了吗 它在2年1月份 又对剩余的11 12月 做了相应的测试 因此这块是没问题的 这是在事物中 非常常见 测试的时候 做一部分工作 正式审计的时候 再做一部分工作 好 这个没问题 接着我们看第五 考虑到乙公司收入存在 5B分线 因此扩大了 收入相关的 控测试范围 并使用计算机 辅助审计技术 实施了更加细致的 适应分析程序 结果万一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不对 为什么 这道题有同学就会 懵 觉得老师 你看5B的分线 是特别分线 那特别分线呢 他做了控测试 而且还加大了 控测试范围 接着呢 又做了实际分析程序 你看 这是符合要求的呀 因为对于特别分线 您前任务说了吗 如果说 仅实施实际程序的时候 必须包含细节测试 您现在做了控测试 所以 我又加了一个 实际分析程序 没问题啊 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 那 你刚才说的理论 是针对特别分线 对吧 那现在关键点 这是5B 5B的情况之下 扩大控测试 范围基本上是无效的 5B的情况之下 扩大控测试的范围 基本上是无效的 所以对5B 我们尽量做的是 细节测试 是踏踏实实的 扎实有效去检查 它到底错了多少 而不是仅仅扩大控测试范围 再加上一个实质性的分析程序 虽然说 这道题给了烟雾弹 用了计算机辅助审计 实施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程序 但是 5B分析的情况之下 尽量去做什么 细节测试 因为你的扩大控测试 范围基本上是无效的 所以 注意这不恰当 接着我们来看 第六 审计项目组于 21年9月 对秉公司猜率费 进行了细节测试 发现销售部的员工 存在大量 虚报销售费的 猜率费的情况 并及时向管理层 反映了此情况 2022年1月 对2021年10到12月 猜率费用进行测试 将1到9月份的测试结果 与其合并后 结果满意 这个对吗 注意点 它仍然是在9月份 做了什么呢 做了我们的一个 细节测试 对吧 那在9月份其中 实施实陵程序 可以吗 可以 但是 现在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5B啊 虚报猜率费的情况 出现了5B之后 你能不能直接把你的结论 延伸到期末去啊 也就是1到9月份的结论 直接延伸到我们后面 把后面的补充 所以你拿上了 可以吗 注意不能 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发现 它存在大量 虚报猜率费的情况 对吧 你毕竟只是细节测试 你不是全查 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跟管理层反映以后 管理层要做一个倾诉 整顿 再详实的查一下 它到底应该是多少 对不对 而不是直接把1到9月的 一个测试的结果 和我们10到10月份 来测试结果 那合并就完了 所以这块注意不对 不恰当 接着我们来看第7 对丙公司奢销审批经测试时 发现两个控制偏差 高于可容的偏差率 考虑到奢销业务暂比不高 实际项目组 仍按原计划 实施的实际程序 结果满意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不恰当 不恰当在哪里 首先 它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偏差 并且高于可容的偏差率 这时候意味着 我们的控制的结论 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控制运行 并不是有效的 控制运行 并不是有效的情况 请问你能不能按原计划 实施实际程序 所谓的原计划就是 我希望按照比较少的量 来做实际程序 可以吗 注意不可以 应该扩大实际程序 不能按原计划来进行实施 这块不恰当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第一个 注意不恰当 未出现错报 并不必然表明内部控制有效 这个考评非常高 一定要掌握 第二个是恰当的 没问题 第三个不恰当 销售收入和成本应作为两个总体 不能把毛利率作为一个单独的总体 不要听他讲故事 什么去年 这个风险低 什么去年运行有效 这种故事不要听 不要弄混 第四个注意是恰当的 第五个不恰当 5B分险 扩大样本规模进行控测试 通常是无效的 应当实施细节测试 因为它都已经有5B分险了 你就是扩大样本规模去做控测试 是没有太多意义和价值的 应该是在我们期末多做细节测试 好 那适应分析程序可做可不做可以加上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 不恰当 如果已识别出由于5B导致的重大错分险 未将其中得出的结论延伸至期末 而实施的审计程序通常是无效的 那么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期末 和接近期末实施审计程序 你看这道题 它已经出现了什么 大量的5B对吧 大量虚告拆取费的情况 你通报了管理层 这典型的什么 这典型的5B啊 对5B的情况 你原来测试的这个结果 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通报管理层以后 管理层进行测查 然后你再重新测试 对不对 而且对于这种 有5B导致的 这种期中得出的结论 延伸期末通常是无效的 应该怎么做 应该在期末或者接近期末 全部做一遍 也就是应该在我们来年的1月份 对1到12月份 全部仔细的再测一遍 实施审计程序 而不是把我1到9月份测试的结论 直接拿来和我10到12月的结论 全部合并 那样是不恰当的 要注意一下 好 这道题考的也比较灵活 这道题考的也比较灵活 而且有在以前的真题当中没考过 但是也是我们教材当中的一项内容 那因此呢 通过这样组关题的方式 把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些客观题 用于出现的考点 在组关题体现一下 锻炼大家对我们这种知识点的一个 掌握的深度和广度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7项目的恰当 样本测试结果不可接受时 用修改原计划 或者进一步测试其他的控制 入补偿性控制 以支持计划控制运行的无效性 和重大错号风险的评估水平 或者提高重大错号风险评估水平 并相应修改 实际程序的性质实验排和范围 这里注意 你看他已经发现了控制偏差 而且是高于可容于偏差率的 那么意味着控制运行是无效的 控制运行无效的情况之下 你还按原计划实施实行程序 你还想偷懒可以吗 注意不可以 那这道题给的烟雾弹是 考虑到社交业务占比不高 不要被这个烟雾弹迷惑 因为内控是无效的 你按原计划实施的实行程序是不够的 好 这要注意一下 那这是我们这两道简单题 那我们第八章的主观题呢 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 因为第八章的内容 实际上它容易和我们第四章内容 第七章内容 还有第三章 我们是用分析程序的内容 结合起来考考大家 所以呢给大家出了大量的题 那本章内容整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大家下来好好的消化 吸收一下 在节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